請問詢 詢詢 詢 打時間為30分鐘 院長是不是尤其一下張院長 請張院長 各位好 是 院長 我想作為一個開場 我也是第一次來進行這個總質詢 我想先問您一下 您自己認為 您是不是一個務實的人 務實啊 應該是吧 那我想接下來 我們這個巡答的部分 就希望 因為我也是一個務實的人 剛好 那我們就巡答的部分 您或者您的行政團隊在巡答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也能夠實問實答 這樣好嗎 也就是說盡量不要實問虛答 當然 當然 那您可以接受吧 當然 那我先簡單的問一下有關交接的問題 這個問題當然很多人問過了 那我看到院長在這個施政方針的口頭報告裡面 有提到那麼一段話 您說呢 在這個政策計畫方面 各部會已經盤點提出重要的政策或計畫 那本院呢 將之區分為四個 一個叫做持續推動 一個叫做持續推動 並加強跟各界的溝通 持續推動並且要徵詢交接小組的意見 還有列入交接的項目 留待新政府決定 那我只是有點好奇就是說 請問院長 您或者各部會 是用什麼樣的標準 將你盤點出所謂的重要政策或計畫 把它區分為這四個項目 因為我們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 所以老實說過去也沒有什麼SOP 我們這個界定分成這四類 是開會的時候大家討論 覺得這個某一個計畫 爭議性到底高還是低 然後大家經過討論以後 把它歸到四類裡面的某一類 所以是純粹用討論出來的 那我請問一下 有關第二部分的項目 持續推動並加強跟各界溝通 您講的各界是指誰 各界就是政府以外的各界 也包括立院這邊 也包括一般民眾 也包括可能包括這個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在新民意產生的情況之下 一定要跟立法院做個溝通 當然包括立法院 那您還有一個項目是 持續推動並徵詢交接小組的意見 那您所謂徵詢交接小組的意見 是指說交接小組假設認定要持續推動 你們才會推動 還是說你只是徵詢徵詢 但不管交接小組的意見 沒有啊當然是要尊重 既然徵詢就要尊重 不然不用徵詢 那您下面有一段話又說 即使是第一項目 列為持續推動的重要政策或計畫 各部會將審慎評估推動策略 推動過程中社會各界如有餘率 將是需要徵詢交接小組意見 並向各各院及各界 妥為溝通說明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即使是屬於盤點出屬於第一大項 持續要推動的 但如果各界有餘率 您也是要徵詢交接小組的意見 對這個就是意思說 我們認為還算單純 可以持續推動 但是有可能往下推 說不定有人外界跑出意見來了 好 屬於持續推動 要徵詢交接小組意見 那交接小組假設 不同意持續推動 您會怎麼做 看這個事情性質 如果說跨到520以後 大部分都會跨到520以後 那當然我們會尊重他的意見 好 那如果說按照您這樣講 即使最要持續推動的 都應該要徵詢交接小組意見之後 交接小組有反對的意見 你們都還要依照他的意見 可能要暫時把它停擺下來的話 那如果交接小組認為 你沒有列在重要政策 但是他認為這是重要政策 然後跟貴院提出來說 這個是屬於 不應該持續推動的重要政策或計畫 那你們也會停下來嗎 我想看個案吧 如果說我們不會當初在做盤點的時候有疏漏 交接小組想到的 我們當然是以比較開放的這種精神來討論 所以總而言之 我綜合院長所講的這些話 結論就是說 在過度的內閣 因為我知道你不太喜歡用勘索這兩個字 在過度的這樣的一個期間 如果新民意產生之後的立法院有疑慮 或者交接小組有反對的意見 您大致上 原則上 或幾乎都會尊重交接小組的意見 這樣的說法您可以接受嗎 大體來講是的 好 那所以我們交接條例假設依循這樣子的一個 您作為一個代表行政院的立場 講了這樣的話 我們來制定這樣的交接條例 您認為有疑慮嗎 呃 您已經做成了一個憲政慣例了 做您剛剛所說的做為的方式 我們依循您代表行政院做成這樣的憲政慣例 我們來制定這樣的交接條例 您認為有疑慮嗎 呃我們現在的做法是有經過商議 就是互相的討論 所以彼此的 我再問您一遍 您 我剛剛已經綜合您講的話了 那我們根據您剛剛講的 原則上都要尊重這樣子的 一個樣的意見 制定交接條例 您認為還有疑慮嗎 您的看法啦 這幾乎還好 幾乎還好 那我就把您這句話當作是肯定的意思 接下來呢 我想問一下有關集會遊行的問題 所以看陳部長也可以一起 呃 張院長您大概或許知道 大法官市至有一個718號的一個解釋 根據這個大法官718號的解釋 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這種事外的集會遊行 如果是屬於不是緊急性的 或者不是偶發性的 這種集會遊行 那麼如果是要採報備制 或者許可制 這個有立法行程的自由 這是由立法人來決定 但如果是屬於緊急性的 或偶發性的 他認為這要申請許可的話 是違反了憲法23條的比例原則 不符合憲法14條保障集會自由的意志 從104年1月1號開始就失去效力了 這個院長知道嗎 這個我們了解 這個我們已經按照大法官示現的精神 已經實際上這樣做了 好 也就是說我們再看一下解釋理由書 再跟您解釋的清楚一點 就是說緊急性的集會遊行 偶發性的集會遊行 按照大法官解釋的理由 是無法 無法 事先申請許可或報備 那我給您看一下 現在有一個叫做 偶發性及緊急性集會遊行處理原則 這一個 是在103年的12月29號定定的 部長您知道這一個處理原則嗎 我知道 這是我們檢測署定的 我知道 那您覺得這個處理原則所規定的內容 妥適嗎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為什麼要這樣定 因為你知道 為什麼要怎麼定 您能不能說一下為什麼要怎麼定 好 因為所有的機會遊行 都會影響到公共秩序 我們是從公共秩序的角度來看 希望能夠讓警察機關 有機會 有時間 來準備 來協調相關的 包括交通的主管機關 讓這個 他的遊行 能夠順遂 部長我請問你 大法官4718號解釋 講到緊急性 跟偶發性的集會跟遊行的時候 是不是說 不可以讓他 來申請許可之後 才能夠來進行這樣子的 緊急性跟偶發性的集會遊行 您告訴我 大法官4718號解釋 他到底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 實際上沒有錯 那我請問看一下 您看一下 您的處理 您的處理的原則 現在所定的處理原則 從104年1月1號生效的處理原則 的第四條 您說 緊急性的集會遊行的申請 主管機關應與收受申請書 即時核定 並與書面通知負責人 我請請問一下 什麼叫做收受申請書 什麼叫做緊急性集會遊行的申請 我剛才講 我們之所以這樣規定 緊急性集會遊行 還有可能申請嗎 按照大法官4718號的解釋 你總是要通知相關的單位 我們也可以去做交通秩序 跟這個這樣 還有現場秩序的維持啊 部長您看一下 您的用語是要做核定 核定 我是緊急性的 我還要跟你請求 我還要跟你提出申請 我還要讓你核定 大法官說集會遊行是我們的基本人權 是憲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權 你根本不能夠用 你們所頒布的一個所謂的處理原則 來規範 所以我們不是希望用處理原則 更何況大法官都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希望用集會遊行法 說根本不需要提出申請 所以我在這邊強烈的要求 回去之後 立即廢除 立即廢止這個處理原則 部長可以嗎 我們希望修改集會遊行法 但是因為在立法院沒有被通過 我們也送了集會遊行法去 有沒有要去訂集會遊行法 採許可制或報備制 那就一般性的集會遊行 就緊急性偶發性的集會遊行 大法官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根本不要提出申請 不可能提出申請 我現在不再講 我們立法院應該要去訂的 有關許可制或報備制 就一般的集會遊行 我們現在談的是 偶發性跟緊急性的 我認為 本席認為 其實我還不習慣這種用語 本席認為 偶發性跟緊急性 集會遊行的處理原則的第四條 跟第八條 現在所列出來的 都違反了大法官 甚至718號解釋 這個 您同意嗎 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不是已經在核定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窒息 然後同時來配合 你不是核定 你明明寫核定啦 部長 核定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你告訴我 我們縮文解釋一下 核定兩個字是什麼 那你如果不核定了 我能不能從事緊急性的集會遊行 到目前是可以的 好 那也就是說 你這一個處理原則 核定這兩個字是廢話 到目前 就是不需要經過核定 也不需要提出申請 再來下一個問題 總部長 這個是什麼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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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面對集會遊行的時候 佈置這個蛇龍 跟佈置這個鋸碼 而且是帶有鐵絲的一個鋸碼 依據在哪裡 法院的依據在哪裡 這個是警察基於他的維持治安的需要 他所做的 我問您 依據在哪裡 您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他依照警察的資權 我們下一張看一下其他的國家 我想可以看得出來 有的用雜欄 在這一張下面的左邊 部長知道這個叫什麼嗎 林子嬌 這個是一種沖水式的一種雜欄 也就是說 在日本 在香港 他們都是用雜欄 來做一個當在集會遊行的時候 來阻隔的一個方法 那我特別去查了一下說 我們在台灣用這樣有鐵絲的 會傷人的蛇龍跟鋸碼 我去查了一下有沒有依據 警察機關配備的警卸種類 及規格表 我從第一個看到最後一個 我沒有看到任何有關類似蛇龍 或鋸碼這樣子的一個警察機關可以配備的警卸的種類 跟規格 那因此呢 我有好奇 我們再去追看看 我們發現有一個叫做 各級警察機關安全防護工作時是要點 部長知道這一個要點嗎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這一個要點 在他的第七 括號七 他確實有提到 重要的防護單位的建築物的周圍 分別設置 壕溝 圍牆 鐵絲 赤網 巨碼 電網等等 予以分成隔離 可是部長您知道嗎 或者院長 您知道嗎 這樣子的一個 各級警察機關安全防護工作時是要點 定定的目的 下一張 他定定的目的在第一條 的第一點 他是為了防止敵人滲透迫害 確保內部安全 請問 我們的人民 在實施和平的機會 遊行的時候 我們的人民是你的敵人嗎 他不是敵人 他是一種群眾 後來我們再來找一下 在101年 政立軍委員的辦公室 曾經給了內政部警政署的一個行 問他說 請他提供一個叫做 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這內政部的警政署 這內政部的警政署回答得很好玩 他說 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是依據動員勘亂時期集會遊行法所定班的 列為一般的公務機密 然後該作業程序因為81年7月27日 將這個在動員勘亂時期才適用的集會遊行法 修正為集會遊行法 所以另外定班的一個叫做 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 聚以辦理 但是他也沒有講 動員勘亂時期的時間 所頒布的這一個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還有沒有效 他下面沒有繼續講 那他說我列為密件我不給你 那我們再去看一下 他講的說另外頒布的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 我從頭到尾看半天 我看不出跟他原來 這個所謂處理聚眾活動的作業程序有任何的關聯 所以警政署在打混帳 他列為密件 這個東西呢 我們隨便找一個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他在處理集會遊行的 標準作業程序裡面 第一條是目的 第二條是相關法令及規定 這現行南投縣警察局 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在相關的法令規定依據裡面呢 一 集會遊行法 二 警察機關辦理人民申請集會遊行作業規定 這是剛剛警察局給的 就第三點 還有一個警察機關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這個是動員勘亂時期訂的東西 警政署說 警政署說集會遊行法 已經修正 動員勘亂時期已經結束 這個東西列為密件 不可以給你 但各地的警察局 仍然引用這個警察機關 處理聚眾活動作業程序 設置巨馬 設置蛇龍 您作為一個部長 要不要好好的回去督導一下警政署 將這一個作業程序 徹底的廢止 我想我們回去會檢討看 會請警政署了解看 這個作業程序的依據的法令 跟它的必要性 但是 的確 他為了規範 警政署為了規範各警察機關 在行使他的職權的時候 有一些作業上的細節上 實務上的規定 他訂了很多的規定 這個規定都是警察機關 警政署據他的職權所訂定 並不一定要保... 部長您跟我講了半天30秒 已經都講一堆空話了好不好 我只是問你說 你們能不能回去 將這一個 已經被認為是動員看案時期所定定的警察機關 處理聚眾活動的作業程序給他廢止 您的答案是什麼 我們會回去檢討 好 您多久以內會檢討 我們一個以內給你檢討 檢討之後能不能給我一個書面報告 沒有問題 問一下部長 或者院長知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人臉辯識系統 什麼辯識系統 人臉辯識系統 部長 我們人臉辯識系統 我知道警政機關大概是 要你自己檢案有他的人臉 我是問你有沒有這個系統 你不要跟我講說他要怎麼用 我只是問你有沒有 可以可以 我現在這個部分快問快答一下 那我問你 前年的三二四事件 您作為一個部長 警察到底有沒有過度使用 鼓勵 那麼場合那麼大 我也講說警察 是不是有過當 這個案去考量 個案去 那有沒有曾經發生過 警察打人的事件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沒有任何的調查報告 我們現在檢警都 檢查機關在偵辦 我說你內部有沒有調查報告 內部我們調查過 我們這個曾經啟動調查 但是沒有 這個發現 我不問你有沒有發現 我只問你內部啟動調查 有沒有一個調查報告 你講有或者是沒有 警政署有調查 警政署有調查 有沒有調查報告部長 有調查應該有調查報告 好 那這個調查報告能不能提供 我可以請警政署提供 多久提供 我回去 希望他在一個月內給你提供 好 我等你 那我問你 現行的警察的紀律 內部紀律 或者類似警察 違反他的工作倫理 或者警察 他有類似像剛剛這樣講的 涉及到在職權行使的時候呢 違背了相關職權行使法 違反了比例原則 最小侵害原則等等 然後被人家投訴 人家要求進行調查等等 像這樣子的一些相關的警察紀律問題 在警政署是由誰來進行調查 因為像以318來講 他是台北市的警察局來負責這樣的一個行動 所以基本上會先從台北市政府的警察局來處理 然後他尋一般的 假設在台北市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的哪一個單位來進行這樣的內部調查 警察局的督察室 督察室的成員是什麼人 督察長 督察長也是內部裡面的警察 是 這樣子做成的調查報告 你覺得外界會認為有公信力嗎 那有涉及違法的地方 他就會有像檢察機關去 你作為內政部長 有沒有可能考慮 有沒有可能考慮 就類似的這樣子的一個內部紀律的問題 為了遺遭公信 有沒有可能 在內部的督察室裡面 成立了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跟委員報告 這麼引進 不需要全部是外部委員 但是只要有一些的外部委員 來進行這樣子的一個內部紀律的一個調查 這樣子是不是會讓外界比較能夠相信而接受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內部機關 對自己聯工的調查 引進外部的人員 這個大概各機關應該是少見 那不過我們也不排遲 我們願意來研究 願意來研究 那研究結果是不是也可以給個書面 好 那多久呢 這個恐怕要稍微長一點的時間 好 多久 我希望警政署能夠等他們 以5月20號以前 應該可以給我一份吧 因為這個 我們會把初步的結果跟委員報告 好 好 接下來我想問一下 有關兩岸的刑事司法互助協定的問題 我想院長您可能對這一塊不是非常的熟悉 那當然可能需要羅部長的協助 我們跟美國是不是同樣簽有一個司法互助協定 是 我們跟菲律賓是不是也同樣簽有司法互助協定 也有 菲律賓的司法互助協定 是不是跟美國所簽的司法互助協定的內容 是一樣的 我現在不記得細節 多少都有一些不同 那您了解與否 說兩岸的司法互助協定 跟我們台美的司法互助協定 一個是在2009年所簽的 台美的司法互助協定是在2002年簽的 台非的司法互助協定是在2013年所簽的 那兩岸的司法互助協定簽訂的內容 您來看 跟台美的司法互助協定內容上來看 從境外取證的這個調查的妥適性來看 這兩個的規定有沒有不同 其實從文字約定上看不是很清楚 但實務上差別非常大 主要是因為兩岸的司法體制非常不一樣 所以在這個調查取貢上面 我們要做很多的協商 一方面我們是要使兩邊的司法體制 能夠對位 能夠知道從那邊怎麼銜接到我們這邊 另外一個我們也要注意到 我們民眾的接受度 不是因為司法體制確實太懸殊 所以我們民眾有時候對大陸司法的文件 不是那麼信任 或者說他們的做法還有一些擔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工作溝通上面 一再開工作會議 希望能夠把很多的細節都能夠調得好 才能夠進行 好 那我們就單純的來看一下 文字上約定有沒有什麼不同 就取證調查的方式上來看 我們跟美國簽的司法無助協定說 受請求方 比如說我們要去請求 美國來協助 美國應該要准許 我們這邊是請求方 我們所指定的人 我們也可以到美國 去詢問他 這一個要被來要求作證的人 或者提供證據的人 而且要進行逐字的記錄 然後呢 我們請求方 我們還可以支付費用 請求美國要求那一個人 到我們國家的領土內來應訊 像這樣子的一種 合乎正當程序的一個規範 你看看兩岸的司法無助協定 在2009年 我們跟美國的簽訂在2002年 我們之後在2009年 簽了兩岸司法無助協定 它的規定的內容說 雙方同意 依幾方規定相互協助調查舉證 意思就是說 你要來請求幫忙調查舉證 就完全要按照我的規定 就是完全要按照我中華人民共和國 相關的行事中華的規定 這是一個平等對等的原則 他們要到我們這邊來 也是完全要依照我們中華民國的 那我只是請問部長 我們在2002年跟美國所簽訂的司法無助協定 都可以做到這樣子的兩個要求 我們可以到他那邊去 直接問那個證人 我們也可以支付費用 請那個證人到我們的領土來應訊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辦法跟中國要求同樣的跟美國的司法無助協定同樣的內容 你相信中國的公安所做成的一個訊問筆錄嗎 你相信這樣子的一個訊問筆錄 是可以拿到我們的國家的司法來說 這個當然有證據能力嗎 報告委員 所以趁兩會協議才會有這麼大的不同 也正因為是國情不同司法制度不同 所以我們才會在設計上 下一頁 特別去想 應該要怎麼樣和務實的 把工作的方法 海峽兩岸調查取證及追張的移交作業要點裡面規定 我們可以請求協助取得證言稱陳述 我們也可以請求協助促使特定人前來台灣地區作證跟陳述 請問部長 我請教部長 到現在為止 到底有多少個案子 中國那一邊 願意依照我們的請求協助 讓特定人來台灣地區作證 來按照我國的行事送法 來到法院好好的作證 這一件事情到底有沒有發生過 我目前手上沒有資料 所以我不敢確定 我告訴部長 法務部回函說 從98年到104年 我方向陸方請求協助調查證 總共1078件 陸方 再進去大概18年 瑕疵指的74件 你告訴我們 我們請求協助他有任何的意見 到我們的民主來證 一件都沒有 我們的公職兄弟就是這樣 可以請 謝謝 好 謝謝顧委員的質詢 謝謝張院長 那我們下一位請 孔委員文貴 執行巡訪 巡訪時間為30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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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